精水技的拿到第一个供控机的时候 就是在想这个玩意 它为什么不能做的再小一点呢 最好的能集成一个WiFi的模块 那么这几年随着技术的成熟 这一类的产品无论是外观 还是功能都有长足的进步 现在它不但有WiFi 而且还是WiFi6 不但可以加用 你还可以随身携带 这个东西它不但支持5G的风格 而且还只有充电宝的大小 大家别以为它就只是一个移动的WiFi 这货可是真是帮你搭载了RK3568 而且可以装OpenWrt的智能软路由 准确的说 其实应该叫随身无线路由 那么今天 咱们就给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这个画时代的无线产品 光影猫5G随身路由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异能 我是带大家玩移动WiFi的 金水 这个家库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3568的产品了 整体是长风景的结构 顶部应有光影猫的logo 这一面是磨砂的塑料材质 因为它下面有隐藏的天线 其余都是铝美合金 阳极氧化的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像这一类的产品 大多数都是从深圳出来的 基本上都是那种工业的极简的ID设计 那么这个产品更像是走消费级的产品 无论是从产品的完成度 还是用料 都透露着开发者更高一层的追求 那么大家猜一猜 这个厂家究竟在哪呢 它整体的大小跟手机差不多 重量有大概300克左右 比手机稍微重一点 正面两个千兆的网口 一个HTMI2.0 一个USB3.0 一个Type-C的供电接口 侧面是一个TF卡的插槽 一个SIM卡的插槽 还有一个电源的按钮 我们取下背部的六颗螺丝 就可以取出它的背板 取下主板之后 就可以看到整体分为三个部分 电池 背板天线 和主板 5G芯片是上海医院的RM500U SoC采用了瑞新V的RK3568 1G的LPDDR4 跟一个8G的EMMC 背面的MK卡槽为PCIE3.0x4 WiFi6的网卡就是MT7921 本次逛眼猫一共推出了四个版本 我拿到的是5G加WiFi6的版本 机器自带了魔改的OpenWrt 应对不同的使用程度 重够了界面的UI 我们长按电源键三秒开机 输入机器背后的IP地址 就可以登录它的后台了 它默认的这个界面 非常简单明了 对入门的用户也非常的友好 适合一些新手做基本设置 它的主页主要是由仪表盘 设置 数据统计 跟更新 给四个部分组成 你可以在仪表盘里看到设备的 基本状态 连接状态 跟硬件的信息 点击旁边的齿轮 你就可以进入设置 在这里你可以对设备进行控制 控制接口的状态 WiFi的设置 你可以更改WiFi的名称 或者WiFi的密码 或者是更改开关机的策略 你也可以在设置里设置车载模式 或者定时开关机 都是可以做到的 点击旁边的图标 你就可以来到数据的统计页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蜂蜗网络 和有线网络的流量的使用情况 点击最后一个图标 你就可以来到更新的页面 在这里你可以安装第三方向插件 也可以更新它的系统 只需要把它的下载好的插件 传上来就可以了 它会自动的安装 会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OpenWrt 点击进入之后 就会跳转到登录界面了 输入密码就可以登录进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OpenWrt的原生系统了 对于使用过OpenWrt系统的小伙伴 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OpenWrt原生的系统更加的适合 对那些有更多需求 或者是喜欢折腾的小伙伴 由于时间的原因 在这儿就不多赘述了 如果你不想折腾 那么默认的界面 就足够绝大多数普通用户使用了 除了在PC上设置之外 你还可以在移动端进行设置 我们这次拿同事的iPhone 13来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需要用手机连接它的WiFi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WiFi名和密码 都在机器的背面 连接成功之后 它会显示它软路由的IP地址 接下来我们用手机的浏览器打开 输入172.16.0.1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登录界面了 好 我们现在输入密码 就可以来到它的默认的开启界面 我们点击右上角的OpenWrt 就可以来到它的原生的界面 正常的移动端跟PZ端的使用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儿我就不给大家过多的演示了 想了解OpenWrt具体使用方法 可以看我其他的视频 好 由于RK3568的产品 其实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测试了 在这儿我就不多赘述了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暂停 来看一下我们的测试数据 由于光影猫使用的是千兆的网口 所以它的发送和接收 都是可以控制在941兆左右 除了杠P10的多线程传输 会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但是其他基本上是可以符合千兆网卡应有的表现的 好 那么接下来重中之重 我们来测一下它的Wi-Fi测试 我们一共测了四组 在有线网络下Wi-Fi 6跟板载的Wi-Fi 5 在5G封网络下Wi-Fi 6跟板载的Wi-Fi 5 究竟有什么不同 好 我们先看有线网络 手机连接Wi-Fi 6下载536兆 上传94兆 腾讯手机加速器平均延时是在17毫秒左右 Wi-Fi最远的正常使用距离在7米左右 手机连接板载的Wi-Fi 5下载是在105兆 上传97兆 腾讯手机加速器平均延时是在19毫秒左右 Wi-Fi最远的正常使用距离在3米以内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5G蜂窝的表现 手机连接Wi-Fi 6下载是323兆 上传101兆 腾讯手机加速器平均延时在38毫秒左右 手机连接板载的Wi-Fi 5下载在102兆 上传105兆 腾讯手机加速器平均延时是在40毫秒左右 由于在测试5G信号的时候受到了诸多的影响因素 所以最终的数据也仅供大家参考 好 总结 因为光有猫是我在年前就已经拿到手了 其实用了一个多月 总体感觉还是非常非常惊艳的 无论是从造型还是做做工 从软件到硬件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够用的 也非常适合那些经常外出有这种使用场景的 对网络有要求的一些小伙伴 因为那年前我爱人刚换了一辆新能源车 在没有激活车机账户的时候 没网相当之淡疼 那我就把光有猫放到他车上 整个过年期间的体验是非常畅快的 丝毫没有任何网络卡顿或者延时的感觉 那记得之前有不少网友在问我 这个特斯拉车里如果要解决网络问题应该怎么办呢 现在有了光有猫这一切都不再是问题了 强烈推荐有大屏或者自带流量不够的新能源车主来使用 在系统方面光有猫的可玩性也是挺高的 除了OpenWRT 官方还宣称它还支持Ubuntu跟安卓系统 上一次听艾佑大说 他们在帮光有猫定制最新的固件 而且这个固件基本已经完成了 相信小伙伴很快就能用上了 那当然这个光有猫也并不完美 因为板载的WiFi稍微略显缠绕 电池续航其实也不是太久 由于5G的风光网络加WiFi6的模块 都是耗电的大户 但是如果你把它同时开启的时候 其实最久能坚持三个小时 如果它的电池续航稍微再久一点 那就更完美了 不过好消息是厂家最近适配了新的5G模块 5R0N和新的电池 在新的5G模块的加持下 测试续航直接翻倍 可以达到6个半小时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它家的后续产品的更新 个人觉得在车里使用的话 板载的WiFi其实就够用了 非常推荐大家在车里的时候 开启车载模式 2023年真的这是转折的一年 在疫情期间 虽然说有很多行业都遭到了不少的打击 当然也有很多厂商在高压之下 做出了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的改变 那么光影猫 H68K包括硬库R1 都是其中非常非常可绝可点的产品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产品 那么现在放开了 由衷的希望有更多的厂商 可以做出更好更优秀的产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软路油的时候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麻烦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订阅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费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是一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